我第一次參加毛子橋項目 是2016年由中大和四川大學主辦的四川王廊牆 川項目目 當時我是以志願者的身份去參加 至今令我力氣重落的 還是那份大家一起扣入去工作的精神 當時我們有一班知識指盡談兵的大學生 去完成一條貝雷橋 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在施工的過程中 我們都遇到很多的問題 例如貝雷橋的貝雷片 應該是怎樣組裝呢 施工的工具應該怎樣去使用呢 等等大家都不知道怎樣去解決這些問題 但是經過我們不斷的磋商、商量、合作 我們最終都能夠順利完成 大家那份頭的精神都令我印象深刻 除此之外 我們一班志願者 還是一個星期都沒有充過量 因為當地的水資源比較缺乏 而我們不想浪費或者去消耗他們珍貴的資源 所以我們都盡量珍惜 我覺得起橋項目和馬差項目最大的不同之處就是互動性 在起橋的項目裡面 我們較為著重投放更加多的時間在起橋的部分 因為我們在一個特定而有限的時間裡面去完成一個貝雷橋的建造 並不是那麼容易 所以時間都比較緊迫 相反 在馬差項目裡面 我們較為著重的就是互動性 因為我們會投放更加多的時間 資源去跟村民去互動 例如我們在馬差項目裡面 我們會一起唱歌、跳舞 以及教授村民一些演奏樂器的技能 以及一些不夠運用的知識 所以在一個互動性裡面 是相對地夠強的 如果要用一個詞語去形容毛子橋 我會選擇希望 相對於貧困的村民來說 他們希望是有一座 保證他們生命安全的橋 去讓他們去上班、上學 他們希望是有幾盞燈 去照明他們晚上能夠正常的活動 他們希望是有一個焚燒垃圾的設施 去減少對他們家園的破壞影響 正正是這樣 毛子依橋給他們的是一個希望 因為這個希望是可以完成的